欢迎来到冯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吕秀莲出生于1944年的台湾桃园县 她的先祖是福建客家人 长期生活在福建漳州府南靖县 书阳乡田中村的客家土楼之中 此前吕秀莲在受访时曾回忆起儿时 她说难忘那时光脚上学的时光 后来从政路上 作为领导的吕秀莲 不忘时时倡议女性主义 其实跟她儿时经历有很大关联 吕秀莲在家排行老妖 尚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吕家原本希望在天南丁 所以吕秀莲出生时被视为多余的 吕秀莲家里开的是饲料行 专卖番薯与饲料 生活不算艰苦 但她却有两次差点被送去当同养席 原因是父母希望吕秀莲能过更好的生活 她两岁时台北一个裁缝师 要把她带回去当同养席 但大她八岁的哥哥吕传胜很舍不得 一早就偷偷抱着吕秀莲躲到乡下阿姑家 对方因为找不到人就作罢了 吕秀莲因此留了下来 第二次是吕秀莲四五岁时 她家附近开医院的一对夫妻因为不育 希望任养她 当医生的弟弟听到消息后 赶忙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哥哥领养 吕秀莲又继续留在吕家 吕秀莲幼时就在门前走廊下 把听父亲讲述的伟人事迹与历史故事 讲给同伴听 连阿公阿摩都被她吸引 听得津津有味 连连称赞她口才号 讲古尖的封号从此而来 对于儿时最难忘的回忆 吕秀莲记得她每天光着脚丫子上下学 直到六年级毕业典礼时 才穿上第一双皮鞋 而身高不太高的吕秀莲都坐在前排 所以她小时候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长得高一点 吕秀莲自小就很有正义感 有一次她担任班长时 老师想给地方大佬的小孩 更动成绩名次 吕秀莲愈想愈气 就在下课打扫教室时 向班上同学公布老师偏心 阴气全班霸扫 这个事件引发老师大怒 给了她点教训 好强的吕秀莲忍住疼痛与羞辱 没哭出来 心想 这世界为何这么没有公道 连心中最神圣的老师都让她失望 吕秀莲也因此下定决心 未来一定要为大家争取公道 2007年3月6日 吕秀莲宣布参选 9日在桃园的老家举行祭祖仪式 她的大哥吕传胜 一改先前必谈风水说姿态 称吕家风水暗示要出伟人了 吕秀莲自2000年当负责人 一直与人有驾驭男性的印象 也有浪漫狂野 而有无奈的情感故事 至今仍独身的她 虽然在婚姻上缴了白卷 但在感情上却没有留下空白 她认为 这个世界不是天堂 没有完美的东西 自己也不是很完美 社会上变化那么大 有很好的感情 也不见得要结婚 现在的婚姻状况又不稳定 很多人离婚 吕秀莲在23岁时 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而且对象是自己的学长 这是她至今 唯一承认过的一段感情 吕秀莲念大四下学期 对教国际笔友很有兴趣 于是以新奇好玩的心情 写信给对方 一个多月后 她接到学长寄来的明信片 字里行间透露了交朋友的诚意 由于对方正在攻读外交博士学位 使吕秀莲一方面感受 欧洲文化民情的二手经验 同时也聊起当年对外交生涯的怀想 两人通信越来越紧密 借着从无间断的愚艳往返 不但彼此交换过照片 也越来越能互诉忠诚 表达爱恋之情 情书写得甜蜜蜜 学长写着 我思念的秀莲 今天从台湾回来的朋友 把你的相片交给了我 仿佛你就真的在我面前一样 让我的心蓬蓬乱跳 脸也变红了 我自己扑齿苦笑了一下 相片里你的模样 远比我想象的还痴嫩 又很女性化 看来我已经迷上你了 这段因空间阻隔 致使相知不能相守的感情 直到吕秀莲念研究所时 依旧靠书信维系着 虽然两人谈的是属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她却觉得十分纯美 学长的姐姐曾经热忱地招待吕秀莲到家里吃饭闲聊 随着恋情愈来愈成熟 学长终于表示要接她到欧洲 妻在台湾的双亲 也特地由东部搭飞机到台北与她会面 非但接纳这位可能成为儿媳妇的女孩 还主动提出要为吕秀莲提供赴法国的机票 1966年暑假 吕秀莲以全学年平均97分的第一名佳绩 放弃了台大法研所念了一年的课业 打算到欧洲展开另端人生 为了日后与学长可能共度的外交生涯 做事向来有准备的吕秀莲 特地恶补了烹饪 美容与茶花 另一方面 学长则先到荷兰了解情况 帮忙打点入学相关事宜 两人约好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见面 就在学长由法国一路旅行前往荷兰旗舰 也就是吕秀莲在台湾办理签证复合之际 她在某个晚上十点多接到台大校长室寄来的现实信 通知其办理理事奖学金赴美留学手续 吕秀莲心头一惊 没料到在这个节骨眼上造化弄人 吕秀莲选择前往香槟城 到伊利诺大学进修硕士学位 离开法国的学长自然是收不到吕秀莲寄到宿舍的现实信 他足足盼了两年多 但他不知道吕秀莲离开台湾之后 并未一约飞向欧洲 而是往东到了美国新大陆去了 在相约见面的那天 他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连续等了一个星期 仍不见吕秀莲后失望地返回法国 等了吕秀莲两年多的学长 一方面气愤 一方面也不愿因此而轻易结束投注多时的情感 他利用学期末的圣诞假期到美国与吕秀莲见面 在华府某个街角 学长向他吐进交往以来的种种心情 由于吕秀莲不像一般女孩 以爱情和婚姻作为人生优先 为了志趣与个人前途 总是坚持寄贱 凡事都与他理论 让他在情感以外背负很大的精神压力 两人若要在一起 一辈子都累 加上学长又从他的掌文中读出他的未来 告诉他将来必会对社会有一番作为 他对吕秀莲说 我娶不起你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吕秀莲痛失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之后 据他的女性有人透露 吕秀莲至少在两度赴美前往哈佛大学 攻读法学硕士期间 曾经与一位张姓男子交往 他表示 当时吕秀莲身边有这么一位男友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另外 知名画家谢礼法当时对吕秀莲也颇为爱慕 经常跟他提起吕秀莲多棒多棒 而吕秀莲每次到纽约的时候也会去找他 但是 不管是那位张先生 还是他的好朋友谢礼法 最后都娶了别人 跟吕秀莲没有缘分 对此 吕秀莲的哥哥吕传胜认为 吕秀莲自始至终就不是独神主义者 而且从来也没有拒绝过婚姻 他从小学当班长时候开始 就有男生喜欢他 他不是没有感情生活 只是刚好在他试婚的年纪 发生了意外事件 一下子被判刑12年 就算原本有的感情 在没有婚约的情形下 不该散的都散了 据吕秀莲哥哥吕传胜透露 吕秀莲后来又交过一个男朋友 但在临近结婚时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便选择了临阵退缩 1967年吕秀莲大学毕业后 干了三个月记者 随后考研 在读研期间 吕秀莲曾与一位留法的台大学长陷入热恋 根据媒体叙述 此人正是证券人物赵首博 当年在伊利诺伊大学时 赵首博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又是台湾同学会会长 而吕秀莲则是同学会干部 负责会看主编工作 两人或公或私都走得很近 据说 赵首博当年追求吕秀莲非常强烈 两人感情也非同一般 但吕秀莲对赵首博始终不怎么来电 最终赵首博也只好知难而退 转而娶了吕秀莲的唐妹吕妙慎为奇 2015年1月 吕秀莲因身体不适 住进台大治疗 台湾北社社长张叶森探视吕秀莲后表示 吕秀莲尚未进食 继续打点滴喝水 持续治疗中 血压 血糖还可以 但仍需进一步检查 预计将住院三四天 本身也是医师的张叶森抽空前往探视吕秀莲 并在受访时表示 吕秀莲有高血压 糖尿病 且曾罹患假装腺癌 绝食四天后 血糖下降 血压飙升 导致精神萎靡 手会抖 冒冷汗 心悸且走路不稳 张叶森说 吕秀莲是在回台北静坐三小时后 突然上腹部疼痛 脚抽筋 经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天祥复诊后紧急送医 到台大急诊室时 胆红足飙高 仍以点滴治疗 初步估计要住院三到四天 至于上腹部疼痛 是因绝食引发胰脏发炎 还是胆囊再次发炎 需进一步检查 他也接受医生嘱咐 结束长达81小时的绝食 开始喝米汤进食 2014年9月 吕秀莲意愿豪宅被独家曝光 媒体曾报道 吕秀莲出售三峡豪宅 可能是因他2009年半玉山周报 巨额亏损而卖掉桃园房子 向银行信贷2000万元 如今信贷本息负担沉重 无法再背负三峡豪宅房贷 吕秀莲随即澄清 判外界误无谓渲染 据媒体调查 吕秀莲已在林口新购一元豪宅 便卖三峡豪宅 的确与房贷或2000万元信贷无关 媒体称 吕秀莲彼时忙于房市 既把办公室从北市光复南路搬到立法院旁 又忙着把住所从新北市三峡区紫荆城搬到 同样具有帝王格局 却更气派豪华 而且面积更大 价钱更高的林口区世界首席 后来 新庄景分局在吕秀莲的新豪宅 设巡逻乡 派警员巡逻 销售人员也标榜 当他邻居 居家安全更有保障 吕秀莲原本住的紫荆城 是远雄集团在北大特区造镇的帝王豪宅 此次更上一层楼 买下首席豪宅要与世界接轨 世界首席是新富发集团在林口新都新推出的帝宝级豪宅 吕秀莲是一举买下双并的两户打通 且都附带四个大车位 被问及为何搬迁 表示办公室迁移 原住处紫荆城无法存放玉山周报等文宣出版品 只好忍痛割碍这个注句 另觅他指 2022年9月 据台媒报道 吕秀莲在复联会召开记者会 表示希望加和万事兴 他表示 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吵吵闹闹 如何让台湾稳定 他还说 退休以后比较有机会跟其他朋友交换意见 他认为大家对战争非常害怕 至于兵役制度 吕秀莲说 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身为女性 没机会服兵役 他认为时代不一样了 以后应该男女都要服兵役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